国际服弹带排队和我们现在的弹带排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不是最近听说可以下载国际服弹带游玩了吗 听见这一号消息 我立马就想到了弹仔SE赛季的小蓝帽和S3赛季的闪电阿狗 趁现在还为时不晚 连夜我就找到国际服 现在呢 大家看见的就是弹仔国际服新手训练营了 看似没有什么变化 实则这里的小黄和小粉都早已换上了全新的表情 再也不是曾经那样板着个脸了 但是撞走不开心结交好朋友的环节 我们还是要有的 既然选择了小黄 切换表情的环节怎么还能少呢 至于弹的颜色吗 是选犯的鞋子高冷灰呢 还是选奶奶的傻蛋红呢 或者说 当然了 至于国际服弹仔新手训练营嘛 已经不再是当初弹仔最初的那个训练营了 反而不变的事儿 那个烦骨蛋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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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在你后面了 看这里看这里 滑动此区域 转动视角 下面 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拍对圈考核吧 滑动左摇杆移动到指定位置 远远的脑袋 打打耳朵 分手又分招 跑步向陀螺 一种小脑筋 总是触破 想要做好事 点击跳跃后 在空中点击冲撞 可以跳得更远哦 点击滚动 超过障碍 魔 魔鬼蛋 居然这时候来捣乱 我是爸爸妈妈心爱的小孩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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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爱在阳光下 棒棒跳跳 鸡蛋牙蛋和包蛋 哇 菜单圈到手了 快快快 快献上你的大名 说起改名字 国际服蛋仔玩家应该很少吧 那我们抢先拿下蛋子ID 之后岂不是直接发了 先来个双子ID宝吧 那一个子子宝呢 也被注册了 那最后的单子ID神呢 又呢 罗呢 少罗 罗莉 我就不信了 国际服总不得连奶酪俩子也被注册了吧 那毛姐呢 也被注册了 不是 你们国际服这名字也有人用啊 那如果是我酷梦的俩字呢 这所不能还有人用吧 卧槽 看来也只好从头做起 换成我第一次玩蛋仔注册的六字名字了 你好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啊 又是出于合逐心态 这干嘛这六字ID也抢啊 兄弟们 你们还有谁知道 这单双子好听的ID吗 必须推荐啊 我看来有没有怎么办啊 他就把那招呼你这些人 我没用刷子 把那招呼你 人是十字幕